这次我们的这个展览 这个标题叫做《奔月》 刘国松水墨火弹 寒山雪季开始 一直到最近画的一个黑洞 半个世纪 1968年的年底 阿波罗八号太空船 过了月球拍了地球的照片回来 我就受了很大的一个震撼 我们都讲的一切的艺术来自于生活 生活改变了 整个的人类进入了一个太空时期 开始画了第一张 我把它称作地球何许 从这个抽象的水墨画 一下就进入了太空时期 一直到现在 我最后的一张画是画的黑洞 黑洞也是太空的一个发展 作为一个艺术家 当然余生俱来的一个财分 是一定需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努力 那我呢也到过职场去参观 植物像树皮 结果那些留下来呢 也都是藏的纤维 所以他们就倒掉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把那些纤维不到 然后再抄在纸的表面 那我在上面画 但是所有的纤维呢 这个我画完了之后 我都把它撕掉 最早的一张画是1964年的寒山雪记 那个里面你已经可以看到那个白的线 纤维一丝的话呢 下面的白线通通出来了 哎呀 那个是我乐的简直不得了 这次跟刘国松老师的合作 大概也是差不多将近一年 一年半之前就开始启动了 大家也知道其实刘国松老师在国内 已经不管是公司里的艺术机构 都办过相当多的展览 那当初有这一个倡议的时候 我们首先的一个设定 就是希望一定要展现出 过往刘国松老师在国内的展览 完全不一样的规格 呈现出一些新的方式去看待老师的艺术 这两三年来我们重新再定位高美馆 除了刚才我提到 固然过往有这个所谓的大师系列 然后近两三年来 我们其实也在重新整理定位高美馆 包括我们自己的在地的研究展 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底下 我们重新定义我们自己为 这个所谓的South Plus 大南方 那目的当然是能够开始提出一个多元时观 或者是一个平行时观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这一次呢 因为刚好我爸到台湾整整70年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这一次的展览呢 我们就是唯一的一次是所有的展品 除了第一张的这个寒山雪姬之外 是全部跟台湾藏家或者是美术馆借的 那其实我爸对台湾的情感一直非常非常深 他又觉得来了70年除了早期老师 还有一些贵人对他的帮助以外呢 其实台湾的社会一直很支持他 这边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精彩的作品 我觉得应该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 不光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展览 还是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的一个展览 有很多作品是第一次展出 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值得看的展览 它是跳脱出这种不是东洋的 应该是中国水面画应该是属于 要属于华人自己的一种有精神的内涵 所以我认为它是第一个出发点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颠覆整个台湾那时候 从早期的水面画的一种氛围 到现在的一个基本上的改观 它不是不只是影响台湾 它到最后它是影响整个中国大陆 整个中国大陆它的水面画也是受到 现代化影响也是受到刘老师很多的启发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对中国现代绘画的一个推动的 一个启蒙者 高兴实力美术馆这一次的展览 是我有史以来的各展里面最好的一次 这些是从来没有展出过的 这些文件画家好朋友互相通的信 这是对于一个画家来解说的最好的一些东西 也非常的感激高雄市的美术馆 能够给我办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展览 我都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感动 我都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感动